哈囉大家好,我是HaloStudy的Howard 今天由我來跟大家介紹 打工游學6加6以及12加12的課程 那什麼是co-op打工游學課程呢? 以及它的好處是什麼? co-op打工游學課程它的好處是 可以體驗當地的教學模式 以及當地的實際工作經驗 可以用相較於公立學院較低的費用 以及英文門檻學習專業課程 而且它在實習部分 就是我們所說的co-op 大多都是有心實習的 在實習部分也會有相當完善的實習安置 打工游學需要具備哪些資格呢? 通常只要你是18歲以上的同學 完成高中以及大學以上的學歷 英文能力在雅思4級以上 都可以報名打工游學的課程喔 那在打工游學部分 可以看到我們右邊的流程圖 在課程中一開始是新生訓練 團體會議 co-op實習課程之前 會有職場的預備課程 還有像專題講座研討 也會有個人會議的部分 最後就是我們的實習安置 科化工作學校是會怎麼安置呢? 以Vanwest的實習安置來做舉例 通常它可以分作三個類 A類別的話 可能有相當的英文能力 相關的工作經驗 或者是你大學是念相關專業的話 這一類別學校就會幫你安排在 比較符合你期待的實習工作的部分 那第二類的話 它是英文程度相對較弱一點 可是你可能有相關的工作經驗 或者是大學的時候是念相關科系的 那這一類學校就會幫你安排在 期待中的課程 比較相近 但可能是裡面比較初階的工作 不用講到太多英文的部分 那C類的話 英文可能會較基礎一些 那你也沒有相關的工作經驗 或者是相關的專業背景 通常這一類同學的話 學校就會幫你安排在 比較偏向服務性質的 不用有太多相關工作經驗 那英文能力基礎能夠溝通就可以了 coop打工優學課程 它主要的課程類型有哪些呢 我們這邊主要就以五個種類來跟大家做介紹 第一個是觀光服務類 第二個是商業類 那第三個是資訊類 有美裝和護理誘教 比較多同學會就讀 也是打工優學課程比較多的 通常是前三類 就是觀光商業和資訊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有提供一些 我們比較多同學在詢問 或者是評價比較好的學校給各位同學做參考 那像第一個觀光服務類別的話 ILEC International College 和Vanwest College 也有Canadian Tourism College 這幾個的話 都是我們這邊的溫度較高的 那同學評價也不錯 商業的話就有多一個像Grainstone College 他們的行銷啊 或商業管理其實也都蠻不錯的 資訊類的話 有Canadian College Cornerstone 和Coldcore 這幾個資訊類的像是手機軟體啊 網頁系統維護 大數據分析這一類的 以加拿大來講的話 資訊人才他們也非常的欠缺 所以除了選擇公立學院之外 有些同學會有預算上的考量 他就會選擇打工優學的課程 其實對後面留下來也是蠻有機會的哦 那第四個和第五個算是要 少同學會詢問他的難度可能會比較高 比較專業一點 美裝時尚的部分會有BMC 這間學校台灣會比較多同學知道 可能代辦啊 或者是一些網美啊 都會介紹這一間 那這一間也是國際學生比較多的 除了這一間之外 也會介紹另外一間叫JCI JCI的話 這一間台灣人可能比較少知道 但是在當地也是蠻有名的美裝學校 通常學生大概有八九成全都是當地人 同學是想要比較能夠接觸當地文化 當地同學沒有太多國際生的話 其實也可以選這一間 還有另外一間叫Lasselle College 這間的話除了美裝類 它的設計部分也非常強 可是像美裝時尚 或者是護理幼教這一類的課程 它的實習時間就會比較短 或者是沒有實習 但同學不用太擔心 因為他們課後都是可以打工的 那第五個會講到護理幼教的部分 Sportshire College Evergreen 這兩間的話其實都有相關的課程 可能蠻多同學想到幼教 只有公立學院才會有 其實打工有學也有 只是它的時間比較短 課程結束之後就是要看 雇主願不願意幫你做雇主擔保 你也是蠻有機會可以留下來的 影片最後的部分就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像我自己就有一個朋友 其實當初也是選擇打工有學 已經在加拿大留好幾年了 公司也在幫他辦PR的部分 比較多同學可能會好奇 打工有學課程它的實習部分 co-op都是在做什麼 那我們這邊就以Vainwest College 他們的學生實習的實際案例 給各位同學做參考 那這邊的話舉例是以商業管理的課程 跟商業有關的職務 可能都會在實習工作裡面遇到 像是辦公室的行政啊 或者是銷售類的 那我們這邊蠻多同學就是學校是在問歌華 所以蠻多同學可能會是在機場 機場的服務人員 地勤啊 或者是像免稅店的銷售 其實除了這些之外 也還有其他蠻多 像供應鏈的可能就是跟物流比較相關 資訊類的可能就是寫程式啊 程式設計公司 然後你可能會在裡面做實習 像我們這一頁Powpoint的話 它右邊就是同學有在一些比較知名的 企業裡面實習的部分 念服務類的同學還蠻多會在 Starbox或IKEA 還有其他蠻多企業 沒有特別列在上面 那剛剛講到了 coop實習的機會之外 再來就是講到 哪些打工優學課程是近期比較熱門 同學詢問度比較高 那薪資也還不錯 很多同學都會蠻在意薪水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就列出 學校網頁有提供的 平均年薪的部分給各位做參考 像供應鏈的話 開始薪水不會太高 因為大家都從專員或者從partime做起 但是其實平均年薪也不錯 那如果後面有機會是長期工作的話 平均年薪可能都會有到六七萬 那再來貿易行銷課程 這一類課程應該算是同學詢問度最高 各個公司一定會需要有行銷的部分 念商業練習教的話其實也比較好上手 薪資的部分我們就可以看到右邊這個表格 基礎的行銷代表的話 或者是助理類啊 平均年薪在四萬左右 那如果是高一點的銷售代表 平均年薪有到五萬以上 那以服務類別來講的話 服務類別的薪資可能就會比前兩個稍微低一點 但其實也沒有到非常差 平均年薪都有三萬到四萬之間 資訊類的薪水的話 年薪都會落在六萬加幣之間 打工有學我們要怎麼來安排規劃自己的行程呢 我們有做表給大家來做參考 如果是需要先透過語言學校來加強英文 然後再接打工有學的話 語言學校部分開始是免簽的 會建議同學至少要準備兩個月左右 因為免簽的話可以省掉準備簽證的時間 只要確認機票啊學校住宿 我們就可以出發 這部分的話就會比較快 如果是有要打工有學部分的話 時間就會久一點 大約四個月左右 報名啊取得錄取通知 再來就是準備送出簽證 等簽證下來 這段時間可能要四個月 那目前的話因為疫情關係 都會建議同學多抓兩到三個月左右 費用來講的話 語言學校的部分 如果是單單學費 或者吃住三個月 學費大概15萬左右 生活費大概15萬左右 那如果是打工有學 學費加住宿 一年大概會是70萬左右 那我們下面也有列出 打工的收入給大家做參考 如果是全職的話 一個月可以到2300加幣左右 兼職一個月大概是1150 我們就列平均薪資給大家做參考 那實際上還是要看實習的時數來做決定 因為大部分打工有學的實習 還是以實習來做計算的 好 再來我們就以 語言學校加打工有學 來跟大家做個說明 基本上語言學校和打工有學 同學在要報名去學校就讀之前 我們都會先做一個線上測驗 以測出來的成績來看同學有沒有需要 加報語言課程 課程長度就會看同學測出來的語言成績來做決定 那如果語言程度測出來可以直接進打工有學課程 那就不用再做語言先修的部分 那語言先修的部分的話 他是沒有辦法打工的 一週上課大約是20個小時 打工有學部分以6加6為例的話 前面6個月先上課 後面6個月做實習 上課期間每天上課約4到5個小時 那都是可以課後打工 每週可以打工20個小時 那實習部分的話 實習一樣是每週20個小時 但可以實習課後再打工20個小時 那假設說你的課後打工和實習是在同一個地方的話 等於你可以每週直接就工作40個小時 那可以看到我們影片的部分 前面打工有學的話就是會先上課 那後面的話 以服務業來講的話 咖啡廳打工啊 在機場的免稅商店啊 那再來費用部分的 如果是語言先修 前半年1到6個月 換算成台幣大概是3到18萬左右 那生活費大概是3到16萬 打工有學如果以6加6為例 前半年上課的話 學費大約是18萬 生活費大約是16萬 那收入的部分 因為以比較保守來做預估的話 可能前2到3個月是沒有收入的 那所以我們收入10萬來做計算 後面實習半年 因為不用再去學校上課 所以不用再另外付學費 那生活費就是一樣抓16萬 收入的部分呢 就抓33萬 舉一個平均的範例給大家做參考 好那很多同學可能會詢問說 打工有學真的可以拿到PR嗎 欸其實是有機會的喔 像我們上次就有訪問到Julian 他是我在加拿大遇到的朋友 他當初也是打工有學6加6過去加拿大 那現在也是好幾間餐飲店的經理 同時也在申請他自己的PR部分 那各位如果對我們的影片喜歡的話 也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我們的投影片右邊也有我們YouTube Channel的QR Code 我們會常常更新加拿大最新的資訊新聞 後也會邀請朋友啊同學啊 來做他們的經歷分享部分 那我們今天就先說到這邊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